大家好,我是池池,我是池池,我是池池 我实在要来讲个恐怖的故事 事情是这样子的 从小我爸妈都在家 回到深夜时候 总有一个人会站在我家屋口 这个人就是我的表哥 他总是会带着恐怖的东西来给我 就是 鹹酥鸡 我这个人叫做鹹酥鸡 那你知道故事恐怖在哪里吗 就是由表哥多年养出来的 我真的都还穿过很酷啊 我可以穿过很酷耶 想吃脂肪就由我来消灭 但是我的莫神吃得很酷 交给你咯 好,没问题 大家好,我是法乔医美诊所总院长崔敬念 以下是我们法乔的慰酱时间 请大家相悠致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